每個地方都要特別小心 專案的地方就是新增一個專案 新增專案你會給專案名稱,按確定 第二個它就會出現畫面編排 兩邊可以切換 主要是這邊切過來是畫面 這邊切過來是程式 畫面上面要放什麼 主要是做兩個東西,一個是按鈕 按鈕拖拉過來主要是改圖檔 另外上面如果有字的話記得文字把它刪掉 還有上傳這些兩個素材 反正你以後要幾個圖,你就幾張素材 包含它的圖放上去 圖的話就是你要先上傳 它這邊才找得到 如果你沒有上傳,它這邊就找不到 另外要讓它播放聲音的話 記得就是從多媒體 所以從多媒體這邊 拖拉一個音效,然後播放這個MP3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其他的動作 包含就是錄音、語音辨識 甚至放影片播放 假如說你多放幾個影片 比如說你甚至可以結合那個什麼 你最喜歡的YouTuber 你就剪幾個影片放上去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什麼 介紹YouTuber的App 也不OK啊 按哪一個影片就播YouTuber相關的介紹 影片 而且在手機上面 那不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嗎 OK喔 其他部分可能之後我們再看 主要是這個跟這個音效 那音效部分的話請你記得對應到哪裡 對應到這個MP3 所以這個是對應關係 不過當然以後你的按鈕跟音效會越來越多 那名稱如果你記不太起來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比如這個按鈕叫狗好了 狗相片 反正這個地方用中國沒關係 用英文也可以啦 比如說這個叫Dog 然後按確定 然後這邊叫Dog 這個的話呢 這個也叫Dog 不過如果我特別知道 你不能兩個都叫Dog 它好像會出現狀況 有沒有 不能同樣名稱 所以你這個叫什麼 Dog Dog B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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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是它的叫聲 OK 然後按確定 其實是念Woof 其實是Woof 好 我們不是英文課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將來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這個OK了 切到程式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出現的是 它的按鈕名稱 有沒有 當這個按鈕被按下去 之前的話是按鈕1 你會不知道按鈕1是哪一個 然後播放哪一個聲音 這邊的話就出現了 特別注意喔 其實我把它刪掉重來 記得喔 這個有沒有 當它被按下去的時候 就幫我播放這個聲音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喔 這邊有暫停 也有停止 有沒有 那其實你甚至還可以多做幾個按鈕 比如按哪一個 暫停哪一個播放 也可以啊 就是你可以分成兩個按鈕 一個是播放 一個是暫停 也是可以的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最後 記得喔 你們要繳交的話 就繳兩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呢 先把它打包一下 打包APK 那你們就第一個 請你交APK檔 它會把它打包成APK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不過目前跟 可能對那個蘋果手機 可能比較抱歉一點 因為這個是for那個Google的環境 因為目前喔 那個蘋果還沒有這麼友善 這麼好用的開發環境 所以如果你假如說 你是用蘋果的話 沒關係你先練習 一樣可以交作業啦 只是說你要裝在自己手機 可能會有問題 好 這邊不是有個download對不對 你就把它download下來 它就會有一個APK 你就交這個APK 那我的專業名稱是Dog01.apk 所以你第一個交這個 第二個的話交什麼 交專案 專案部分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個儲存對不對 你就把它存檔 然後記得最後怎麼交給我 導出有沒有看到 導出 它的專案名稱 副檔名就是.aia 所以你把它導出 這邊就有了 所以最後其實你就交兩個檔 一個是什麼 這個好像之前有下載過 所以這邊有一個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交一個是Dog01.apk 一個是Dog01.aia 當然你名稱不一定叫Dog 可能你剛好聽到有羊叫聲 還有恐龍的叫聲 各種聲音都有 其實我是覺得花不了多少時間 但是我覺得成效還滿大的 畫面還給各位以下 你看齁 嘿是